各位经常联储ere Gibbs 今天大洁的一个地方 各位有getarit 我现在已经NG了无数次 都是说不到的开场吧 我今天就会出发去福岡 不是自己过去那 就是有女友 就跟我一起去 就是去5天4夜 我們現在第一站就去吃早餐 我們今天的飛機是7點9幾 大約11點幾就會到復光 我們現在先吃東西 我們已經來到麥當勞 我就點了國西排漢堡 然後有個薯餅 他就點了一個扭扭 我們已經來到福峰了 我們剛剛拿了北九州的消費券是5千元 我們應該沒有計劃到北九州 但我們決定先拿了 可能怕改變行程 所以先拿了 我們現在第一站就出發去博多 就去買車票 出了開關之後就會看到一個藍色的Banner 是非常容易看到的 旁邊就會看到一個巴士售票機 其實用的方式也是非常簡單 也有語言選擇的 買完車票之後就出發去藍口 跟著人群走就一定不會走錯了 出去就會看到巴士站的牌 大約走一分鐘就會到的了 我們已經來到福多站 我們剛剛就找了鑰匙去寄存我們的行李 幸好剛巧我們走的時候 有人竟然就退鑰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劫子放在鑰匙裡 我們不用拖著去走 我們來了這個博多一番街 有很多東西吃 但我們要想一下我們要先吃什麼 因為我們第一天除了晚上是有計劃過去哪間餐廳吃之外 我們是沒有計劃過的第一天 所以就看看 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那麼已經隨便找了一間餐廳 想到吃我們福多的第一餐 我們就是吃烏冬 我就點了一個冷麵烏冬 我男朋友就點了一個親子當 我們就不客氣了 我們來到這個叫捷田神社田站 我們就去這個捷田神社 在附近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神社 所以我們這次走到這個神社 然後走到旁邊的神社 我們不打不撞就來了 其中一個神社 這裡是非常安靜的 有很多外國遊客 我們就慢慢參觀這個神社 因為它是有語言給你選的签 還有很多字 因為它是有語言讓你選的签 我們現在來打開我們剛剛求的签 哦,是中吉啊 是中吉啊 是凡體,非常之好 我身後全部都是似乎啊 我男朋友的樣子的情況就是這樣 哈哈,超開心 我要買 因為香港有點貴 我們現在回博多站 我們剛剛去Donkey走了一陣 因為我之前在韓國買O-Lens的扣 到數真的不行 雖然我那裡驗過眼 所以我剛剛去了Donkey買了 那家Donkey是非常複雜的 又上又下又下 然後是超累 加上我不知道是否作病 所以我是超舒服 而且重點是我們來這麼多日 都是會下這麼多日雨 看天氣報告 但是不肯定它會不會不下 但是我們這個情況也是剛剛才下完 好像有點緊張 是不是仙義呢? 是超多扭蛋 哎呀,在樓下 對,看看 那我們把我們的行李已經放在酒店了 那我們這次住的酒店呢 就是 天神巴薩 對,它就是位於天神站的 或者是天神南站的附近 那兩邊站都是要走十幾分鐘才到的 但是一個好處就是 它這裡是有便利店 有Losson和Seven的 所以是非常方便 但是這間酒店呢 就是非常有歷史 但是不是因為我們來吃東西 對,它是在那裡 就像是否一樣 你們都放在哪里 所以我們來吃東西 我去吃東西 有很多錢 就像是在那裡 我去吃東西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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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二天,我們今天會去泰宗府 首先我去了吃早餐才出發 現在的時間差不多10點了 今天我們要吃的東西,香港也有的 就是麥當勞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麥當勞早餐 它的熱香餅,香港是沒有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可能會偏甜腩 但我是非常喜歡的 我們的食物已經到了,所以我點了一個菇 然後一個牛肉,豬肉,雞蛋的熱香餅 我跟我男朋友都是一樣 吃了一個菜式的薯餅 因為它正在煮,所以還沒吃到 吃了兩塊 如果出發去泰宗府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時間 不然的話就要等很久才有輛車 每一輛車都可以去泰宗府,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們已經來到泰宗府了 我們已經來到泰宗府了 他們的閘盤很漂亮 我們現在就找地圖看看怎麼走 但第一閘我要先去買暖包 因為我剛才在市區是比較暖 不是很冷 誰知來到這裡是有點冷 所以我就決定買暖包 我們就來到泰宗府市 那就是有一條手信街 我們這裡是會有 Muffy的專門店 龍媽的專門店 即宮崎俊 還有國樂生物的專門店 我們現在就會去天滿宮神社 看完那裡,我們就回來慢慢走 這裡有很多東西看 我相信我們會在這裡買手信給我們的同學朋友 因為我怕我們去市區買的話 在香港也會有 所以在這裡買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人們說摸完衣食與神樓 IQ就會變高 我希望我摸完之後也會變高一點 我們已經來到天滿宮 我剛剛走了一條橋 就是過去現在和未來 除了很出名的天滿宮神社 其實附近還有很多不同的神社 大家不妨也可以去參拜一下 之後我們就去了吃很出名的梅枝餅 一個的價錢只需要150日圓 味道還要不錯 有一點梅子和紅豆 吃完梅枝餅 就當然去吃泰佐夫最出名的一蘭拉麵 我在香港從來都沒有吃過 這次是第一次吃 真的超好吃 大家不妨可以去試一下 今天是第三天 我們今天就會計劃去動物園 然後會去看福光塔 和福光城 我們現在就是Family Mart 吃我的第一餐 外面很大雨 今天應該是超級不方便 我們現在就想想吃什麼 我打算吃這個 這個是我每次來日本 都是一定會吃的 壽司 有斜瓜 有鞋柳 我終於是裡面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吃 所以每次來呢 我都買這個 我們已經來到福光市動物園 這個旅程是我們兩個 是很期待的一個項目 其實福光還有一個 但是它就比較遠一點 一來一回都要整個小時 所以沒有去過 我們就去這個 進來之後就買票 因為我們不是學生 所以就600日圓一個人 高中生就300日圓 如果是中學生 以下就是不用錢的 好 我相信超好 有英文、韓文、簡體、中文 還有法文 我們當然是拿法文 不過這個動物園 都很大 可以嗎 希望我們去得完 好可愛 好可愛 我浸到溫泉 有幾隻在那裡 避免了 有幾隻在那裡 很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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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算來這裡 去福光城 原來水派沒有福光城 然後我們走到一個沒有地方 可能是有 我們是經過了 因為我猜過什麼是有的 但水派沒有了 為什麼 我們現在 下一站去哪裡 福光塔 福光塔 好可愛 好可愛 我來看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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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地火,那就是明月一日 我們現在就會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會出發 我們現在天神站出發去柳川 是要一個小時的 就是要踏實整條線 所以我們早點準備吃,睡覺 我們已經來到柳川 我們第一站就是會去搭船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來到 哭光這麼久 我們終於看到藍天了 哇,超好 所以立刻要去搭 我們找了一間 我們隨便,因為我們沒有預約 就訂了坐船 觀光船圍繞柳川一周 大概一小時 就1700日圓 現在就會坐Chateau Park 去坐船的地方 坐觀光船的時候 船長可以介紹柳川的歷史 可惜我們不懂日文 只可以周圍看風景 船長一去到每一個橋位 都會搶搖南曲 非常之有趣 沿途的風景都是非常之美的 下午的時候就要吃鰻魚飯 這間鰻魚飯的餐廳 都算比較出名的 去的時候可能已經過了吃飯時間 所以就不需要等位 我們進來 我們進來了 它有 日文的餐廳 也有 英文的餐廳 它是沒有圖的 但是 工作人員會給你一張圖 和你介紹 今天就叫了 最有名的 基本 鰻魚飯 如果大家去柳川一日遊的話 不妨可以去兩個都很出名的 神社參拜的 一個是山鼠神社 一個是日吉神社 兩個神社分別都隔很遠 所以大家出發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去山門時間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人 我已經背了我本身包裝的 杯囊 是非常之輕 因為全部都是食物 我們現在就出發 準備這場了 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好笑 我剛剛對她說 這個神社 有隻金脈海去摸 就是吸收智慧 為什麼她說了一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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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